有很多的文人学者都讨论过 为什么明清盛行相艳小说 比如因为思想受到禁锢 作者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抒发财情 又或者因为印刷术的发展等等 我们今天便不管背后的历史原因 也不多介绍人尽皆知的那几本 只聊聊这些也许不算太出名的 全当茶余饭后的消遣与娱乐 《如意君传》中篇 成书于明中期 作者为徐昌龄 本书描写了武则天与男宠虚瑶曹的故事 虚瑶曹与武则天之间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不愿意凭借这层关系取得高官厚禄 武则天本想传位于武三司 虚瑶曹却极力保护武则天的儿子 即后来的中宗 后武则天年老体弱 担心自己和虚瑶曹的关系会为他引来杀身之祸 便将他送出宫中 武则天死后 其他男宠都被处死 虚瑶曹则躲过一劫 几十年后 有人再次遇到虚瑶曹 他看起来还像二十岁左右的模样 大家认为他已得道成仙 这篇小说文笔不错 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金平梅借鉴了相当多这本书的桥段 有时候甚至整段整段的搬运 此书于清代被禁毁 《赤婆子传》中篇 普遍认为成书于名万历年间作者芙蓉主人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序的手法书写 这样本书在所有的香烟小说中显得读书一致 主角阿娜因小时候引勇 不从雪后争交态 还向乐中含力情 而被父亲责骂以后肯定品行不端 长成后偷读诗经 有了少女之思 便向一个少妇邻居求问 这才真正懂得了男女相悦之词 此后阿娜展开了一系列探寻情欲之旅 终于因为于司书先生的情势而被丈夫修弃 这篇小说非常难得的是用女性视角来观察事情 但因为是中篇 情节和人物刻画都略显仓促单薄 文学评论家对他的评价是 男权社会对女子身心摧残的控诉与揭露 带有中国原生女性主义色彩 《吃婆子传》成书之后流程颇广 对后世之作也多有影响 青初被禁毁 《灯草和尚》长篇 成书于清代 作者不详 故事讲述了一个由灯草变成的小和尚 身体可大可小 被一个变戏法的红婆子带入杨府 与杨府的夫人 女儿和丫鬟之间的宴情经历 和许多相宴小说一样 本书的主题也是宣扬因果报应 书中杨府的主人杨之县 前世神案时判决不公 此生自己的妻女才会遭此报应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想 既然是杨之县前世自己做的孽 为什么不报应在他身上 反而要去祸害他的妻女呢 作者通过人物的台词给出了答案 灯草和尚对杨之县的妻子汪氏说 引你的邪心坏他的门风 目的其实是让杨之县名誉扫地 这个弯拐的有点大 灯草和尚篇幅很长 文笔和人物刻画并不出色 但他在香烟小说史上却非常有名 大概是因为具有一定想象力的缘故 本书在清代被禁毁 绿野仙宗长篇 成书于清代 作者李百川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 古龙 金不患 莲成碧 温如玉 听者耳熟吗 这些名字都来自绿野仙宗 他们都是其中的人物 本书融合了神魔 事情 历史于一炉 讲述明朝的落地世子冷于兵 不肯攀附权贵 看破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从此走上了修仙道路 他扶危济困 度化他人成仙 协助忠良 铲除严松 最终被皇帝封为普惠真人 位列金仙的故事 看完盖药 大家也就明白了七七八八 作者贾托修仙其实还是在批判当下官场的黑暗 并寄希望于有人能站出来拯救乾坤 本书描写事情时刻画细致如微 再现了清朝中期的现实生活 由于其中的香叶描写 于清朝同治年间被禁毁 品花宝剑 长篇 成熟于清代道光年间 作者陈森 这是一本古代男童星恋小说 清代第一本离远小说 小说以明氏梅子玉 明灵杜秦岩相识相恋为主线 书生田春行和明灵苏惠芳为副线 讲述十位黎渊子弟自亲自爱 却又恶棍西十一等仗识欺人或者以财横行 最后仲灵得以脱离月籍 转业为商骨的故事 作者陈森毫不避讳此书以红楼为鉴 有向红楼致敬之意 鲁迅先生认为他开启了近代辖写小说之先河 若以辖写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 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 盖始建于品花宝剑 作者陈森在此书中 一方面把离渊世界打造成梦想中的乌托邦 另一方面也不忘借机嘲讽现实社会 本书是清代六大禁书之一 简灯夜画短篇小说集 成书因明初作者有争议 一般认为是明代诗人瞿右 最早在明洪武年间以抄本形式流行 简灯夜画共有二十一篇传奇小说 内容多为灵怪与厌情 情节曲折离奇 故事通俗易懂 市井气息浓厚 在《金凤差记》中 新娘为了与心爱的人再续前缘 借助妹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 期间投差引诱 逼迫就范 怀避私奔 描写均十分泼辣大胆 简灯夜画是文言文小说发展史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 是古题小说向近题小说转变得过度 清代传奇小说佳作聊斋之意 就继承于简灯夜画的风格 《醋葫芦》长篇 成书于明末清初之间 作者为最新西湖心悦主人 清代背进 这本书非常特别 背进的最重要原因是其中的女权色彩 故事讲的是在宋朝连安府 有一个园外叫成规 起其都市 都市长得虽然很漂亮 但是却十分善度 成规则是剧内的楷模 故事围绕着都市阻挠成规那且展开 为了防止丈夫寻花问柳 都市还在丈夫的下身盖上章 每天回来都要检查 在醋葫芦中 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她们不愿在被身所依归中 希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慎楼志》长篇 约成熟于嘉庆年间 作者为于岭劳人 如果对广州十三行感兴趣 此书可以读 故事讲述了广州十三行商总之子 苏吉世的一系列故事 展现了嘉庆年间 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的社会状况和事态人情 揭露了政治与现实的黑暗 本书文笔生动 人物刻画鲜明 对后世小说影响颇深 开谴责小说之先河 郑振夺这样评价她 因所述多时事 多越东官场与扬商的故事 所以写来极为真切 启示了后来官场现行记 二十年目睹至怪现状诸书之先河 中国作家戴不凡评价她 如以九品评之 在小说中该是中上 甚或是上下之作 空空幻 全书共十六回 成熟于清代 道光年间被禁回 本书描写了丑男花春 在梦中与十美相会 在身亡后 转世为女子受尽磨难 忽被鹦鹉唤醒才知是一梦 梦醒后安于现状 终得圆满结局的故事 《格连花影》长篇 成熟于清代康熙年间 此书为金瓶梅续集 其中亦有女童星恋的情节 不过被禁的原因 不仅因为其中的香焰描写 作者在书中 穿插描写了金冰 在扬州残酷对待女性 在政治上犯了大忌 康熙四年 作者被捕入狱 随后不久 此书便被禁毁 实际上 香焰小说的最大价值 并不在于其香焰部分的描写 而在于他们对当时社会 人情 现状的技术 以及其中的想象 主题与思考 依能理清 一些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 有意思的是 在这些香焰小说中 对人的欲望表现出 既否定批判 但是又欣赏呈现的矛盾 欧洲18世纪 开始大批量出现香焰小说 这种既批判又欣赏的态度 也是如出一辙 在波夫娃的概念中 把它称为伦理学暗夜 既西方开始质疑上帝 中国则是质疑成诸理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下次见